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票房收入都是最高的 至今稿前 投资5100万美元的这部影片已在全球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票房 勉强收回成本 而在国内影视则取得了8000万票房 目前看来破译几乎是盲中之物 口碑方面 7.0分 那般其新鲜度82% 在国内豆瓣平台上 该片也获得了6.5分中规中矩的成绩 故事是全世界 说法平时阿尔法由曾制作过比利林恩的中产战士 The Studio 发出品 由埃尔伯特修斯指导 他曾导演过《来自地狱》《意外之书》等热门作品 这也是修斯第一次独立指导的电影 以前他的电影 都是和双胞胎弟弟艾伦修斯合作的 阿尔法用96分钟的片长 讲述了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群居在一起艰难度域 除了极端环境外 还要面对各种凶情猛兽的袭击 依次外出狩猎的过程中 男主人攻克戴鹰毛牛的攻击 而坠落山牙 后又遭遇狼群围 命神一线间他打伤了其中一头狼 但不忍狼死去将之救活 后来人与狼从虎视眈眈的敌对发展位 并肩作战的亲密伙伴 柯达将狼指名为阿尔法有第一个 最初之意 影片故事线极其简单 没有知名大咖 也没有不折剧情 用极其平时的手法讲述关于心情 友情和自我成长的故事 类型绝非狗的起源 可教育 虽说对于狗的起源说法一直不确定 例如达尔文性化论 就曾经认为狗的祖先不止一个物种 普遍认为最早是游蓝 柴河变狗达将逐渐变异而成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狗是在一万五千多年前 人类倦量和巡化东南亚狼儿慢慢变化而来 不过电影也没有纠结于这两种说法 简化了起源 更注重于人与狼的相处过程 这个层面上看来 影片并不是讨论狗如何进化的科教片 而是一部在绝境向人与动物建立友谊的冒险题材篇 整部电影的故事简直终于在柯仔与阿尔法郎的关系逼近上 其中 修斯也加入了不少两人踏上绿险着路的细节 例如逐渐靠近的深夜童年 同行时互相关照 东窟中和猛兽冤斗 旷野中和作打猎 以及柯达坠入寒冰之下 阿尔法师就等 制片人安德鲁罗娜就认为电影保持对于乐和惊悚的接容 给观众冒险的紧张感同时 又让他们有所思考 趋近横跨都国 挑战自然为了打造出一个真实 令人信服 让观众有弹入感的史前冰河时代 阿尔法剧组横跨美国 加拿大 丁岛岛的实地驱景 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恐龙公园进行拍摄 由于既有的朝鲜河南在复刻两万年前的地球地貌 于是剧组就在温哥华外进场地再创了一个冰沉时代 用电脑特效与现实场景进行了融合 修斯表示 尽管有答应 但选取最适合的光线和地貌来呈现想要的效果成为拍摄中的一大难点 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学会和自然相处 天气是最奇妙的挑战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坏天气带来的影响 还要挣分夺秒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 在正确的时间里找到最完美的角度 就是每天都令我们紧张的 主演麦菲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恐龙公园的拍摄经历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让我打开眼界 我相信也会让观众们震惊 当我们用无人机纵览全景 你甚至可以想象出史前动物我们在此走过的场景 狼与狗 狼演员爱上拍电影影视作品表现人与狼关系的影片不在少数 不论是女狼公母还是狼图腾 都包含了对人与狼情感的探讨和思索 拍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片中狼这个主角有什么动物扮演 该如何引导他们标演技 阿尔法中的狼学际上是长得很像狼的一种狗 杰克斯洛宝克狼犬 他的名字叫恰克 这类圈非常优秀 连续奔跑一百公里都不会累 修斯表示 恰克是全剧组的明星 几乎所有人都想和他待在一起 让这只演员变得很有自信也越发成熟 剧组用了半年的时间找到 雇佣并训练了他 罗娜则认为 对我个人来说 有点像是见证一个年轻演员的成长 刚开始的几场戏 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紧张激动 对一切不知所措 我们需要确保现场非常安静 也不能有食物 我们甚至不得不准备了一个屏风把他和剧组阁离开 以确保他能够专注 而现在 当他来到现场时就已经准备好了 事实上 他现在还挺喜欢和期待拍摄的 麦菲子和恰克一起接受训练 慢慢磨合出了相处的方法 对恰克你一定要尊重他的领地意识 还要保持安静 他其实是位很平和的演员 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剧组特别请来专家 创造了一套史前语言 有一个叫做索鲁特的部落 欧洲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 因与者在法国小村索鲁特而得名 我们基于这个部落的语言 进行了语言学研究 这个语言是虽然是虚构的 但是是基于科学研究来进行的虚构 对话主创新精棒 这部电影几乎胡大自然完全贴切在一起 你要经历很多极端的气候 艰难的自然环境 对这次拍摄应该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吧 主演和迪斯密克麦菲 拍摄差不多是对人类胜利的一次很大的挑战 也可能是因为我和别人比 每天都需要实地拍摄 老实说 这是这个故事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之前的大多数作品 都是关于现代的故事 我一直很想拍一个这种有种仪式感的 回归责然的作品 所以拍摄对我来说确实艰难 但也非常公平 心精棒 片中你饰演柯达的父亲说如何理解这个角色 拍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主演约翰内森 豪克尔约翰内森 成为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这也正好合同在故事中的形象相呼应 如果把头一层层偷袭看 他最本质的就是一个父亲 这正是我对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 也是我和周之间的最大共性 至于拍摄 如果是在摄影棚拍时 你会感到一切皆可控 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 但在大自然实景中 你需要面对各种意外的挑战 甚至不能做原本想做的事情 不过也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心精棒 聚焦于自然情景的电影在制作方面 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技术支持 影片呈现出的风景也非常别致 是如何打造构建的 制片人安德鲁罗娜 我一直认为电影是技术和现实的完美结合 不得不承认 没有科技支持不可能完成这部电影 若没有自然环境也是一然 从电影制片人角度来说 这是一次巅峰的结合 视觉特效自然得让你难以察觉 而自然场景也可能让你惊叹 到时候这肯定是特效 达到这一点就是特效和现实的完美结合 真的让我觉得很了不起 惊叶